哈囉 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蕭志偉 巴迪 這是巴迪你懂嗎 我真的有點楊副總的概念 楊副總 你知道嗎 聲音很低 可愛 可愛在哪裡 可愛 快變成整個 很壞出來 型男大組 你一直來想 所以大家一直跑錯 憑我們今天是要仿蕭志偉啦 我私底下其實蠻內向的 其實很多層面 我對於就是自己的表演 我是很嚴格 然後很嚴肅 有時候我在想劇本或什麼 我是一個人就是默默的 不講話 因為小時候就開始喜歡表演 然後老師們就發現這個長才 長才 對 然後畢業典禮有個晚會 就叫我上去表演 國小就開始自編直到自編 哇 哇 奇才吧 這是奇才吧 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 台藝真的很 真的是蠻多的 真的假 真的很多 真的是很多 真的是琳瑯滿目 我最近有創一個新的角色 叫西文太狂 西文太狂還是我最近 創造出來的角色 我今天還好把他靈魂帶來 可以啊 對啊 我是隨身攜帶 很多八加九 你知道 現在就是江湖在走 也就是要有 對啊 他可以攻你選擇 太厲害了 我在下面 因為最近過年嘛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紅色的花片 紅色可以 GD 對啊 其實有點台版GD 其實西文太狂 這個角色就是我想要讓他成為 八加球界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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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會用紅白做一個搭配 對 有Fu了 有Fu了 表面在台灣 笑到無法夫妻 好啦 對 因為屁孩 為什麼我講話要這樣子 因為屁孩他的聲音就是 還沒發育完成 所以他有點 哈 看什麼啦 哈 所以有當公屁孩嗎 有有 因為我讀三年報嘛 三年報就只有一種八加球 因為我小時候是看著他們 就是你知道 耳濡目染 對 然後西門太狂出來 就是有個招牌公司 哈 哈 哈 我的老天俄雅下死人了 西門太狂 就是狂 哈 你現在看什麼啦 沒有很可以但你惹不起啦 哈 人若回頭必有緣由 不是報恩就是報仇啦 哈 我看在八加球我跳 你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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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可以但你惹不起的 哈 當我拿起刀 就要切蛋糕啦 哈 哈 謝謝西門太狂 謝謝啦 謝謝西門太狂 那我都會甘美啦 沒有 藝人喔 我覺得外型的話 井藍算是很粗 喔這樣井藍嗎 井藍 對井藍 我覺得我是需要被照顧的人 雖然就是我是可以照顧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交往的話 我是希望這女人可以照顧 我很希望可以 我的頻道可以破百萬 喔頻道破百萬 Youtube頻道可以破百萬 然後再創造出 很多更好的作品的搭檔 我還想要做很多歌啦 就是類似六個前幾個歌這樣子 對然後想要朝戲劇主持發展 所以要稍微臉包放鬆 我要開始拉日收一下 《舞台作曲 》 《舞台作曲 》 《舞台作曲 》 字幕志愿者 我的粉絲朋友們 然後其實有時候在路上都會遇到有粉絲來跟我拍照 這件事情是讓我覺得很感動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路上啊 我如果遇到就是我喜歡的年輕人 是不太敢做這件事情的人 但我覺得每個粉絲都很有勇氣 就是敢來跟我拍照 就是他們每次在路上就是跟我說加油啊 或是說你很好笑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很大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很感謝粉絲朋友們的支持 謝謝 謝謝你們艾巴迪 大家好我是蕭做的經紀人 我是小胖黑心經紀 那如果我說要它改進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它有一點我覺得它一定要改進 就是我覺得它有時候給自己的壓力 有一點太大有點想太多啦 不是說壓力有點想太多 就是可能怕自己表演不好啦 怕別人看他臉光怎麼樣 怕別人對他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 也可以是他的一個動力 可是我覺得有某方面會是他的主意 我覺得其實他只要一直讓自己多去做生活體驗 多去嘗試不同的角色 我覺得他一定會在更有更高的一個巔峰 教授也就是蠻愛對我碎唸 可是我覺得是好的 我們其實平常吵架就是為了事情而吵 例如說這件事情我不對我答不對 我們講出來就沒事了 那你要我說的話我是希望志文2019年好不好 拜託 我拜託你好不好 我真的很缺錢 我拜託你多創作一些巧色出來 希望你2019年可以開開信心 加油